嘿 你好 市场上一直有传闻比特币的现货ETF极尽量通过 整个市场比特币的价格也因此涨了很多 甚至有人预测在2024年比特币将达到25万美元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比特币这个现货ETF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不要来梳理一下 为什么通过之后它比特币就一定会有大涨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比特币现货ETF 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是叫现货ETF 那么如果你经常去炒股或者买基金 应该会有所了解什么是ETF 它的全名叫做交易新开放式指数基金 简单的说的就是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指数基金 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的钱去用来去购买比特币 现货的比特币 这个基金就把它裁分成份额去面向公众 大家可以去购买 这个呢 其实就跟所有的整体的 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基金是一个类型的 任何的投资者可以在公开的股票交易市场 各种交易市场都会去购买到这个相应的比特币的现货ETF 要知道在像我们国家可能大部分还是直接去买股票 买基金的相对来说要少一点 在海外像尤其是美国实际上普通的散户 主要还是去购买基金 由通过专业的基金经理再去买股票 或者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理财 这是海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这个是比特币的现货的ETF 也正是这个原因 因为如果它通过之后呢 那么就有可能带来的是大型的机构的进行购买 因为它是首先它是合规的 它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市场都可以去买到 我们说比特币 现在如果你普通的用户要去买比特币 其实还是非常麻烦的 你要看到很多的交易所都是不支持法币去入金购买比特币的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国家 整个的法律法律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比如像美国的话 你只能去Coinbase这样的 这个才能通过美元去购买 像韩国就叫Bitsum 不同的Upbeat有几个合规的交易所 你才能去买 所以呢 普通的用户其实买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你要经过复杂的KYC 你又要去 甚至你还要去了解什么是比特币的钱包 自己去吃药等等 整个过程其实是阻碍了很多普通人 愿意去购买的一个原因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大核心原因 就是一些大型的机构啊 这种基金公司 像在国内的话 其实公务基金啊 你去看 整个的市场规模其实是几十万亿整体的规模的 那这些呢 这么大的资金的体量在海外一样的啊 就这么大的资金体量如果冲进比特币市场的话 我们看现在整个比特币的市值起来多大 每天的交易量起来多大 如果他去 购买比特币的话呢 可能就确实就像 很多人认为呢 他会瞬间把价格拉起来啊 因为这个就供需的关系决定着这个价格啊 就是需求量越大 买的人越多 他价格一定是上涨的 那么可以理解为说如果比特币的 ETF通过之后呢 这些大的合规的基金就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啊 因为不管包括企业啊 这个基金等等啊 其实你要想去买的比特币的话 其实是很复杂的啊 这个是有不同的种财务的核算啊 整个的规则啊 其实都是都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啊 那么如果有这个之后呢 他就很很简单啊非常方便的去 而且甚至就传闻说 美国的这个叫401K啊 就是社保基金啊 如果通过之后啊 那可能也会列入社保基金的投资的范围啊 养老保险的基金啊 在我们国家其实也刚开始实行 这个个人养老保险啊 其实就是这笔钱本身是 规模首先很大 他放在这个基金里面 以前像我们国家是没法动的啊 只有到一定的年纪之后 你才能去领退休金 方式去领取 那这个大的基金呢 只有国家去去帮你去购买 或者理财啊等等 在美国其实不太一样 美国是你人是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说 我这笔钱 我可以去做一些投资 这样的话在我退休之后 我除了可以获得正常的这种养老保险的一些钱之外 我还能获得这种投资的收益啊 那像这些呢都是有非常严格的金融的监管以及规则的 就是他有比较固定的範围内的投资产品可以去购买啊 那么其中如果有比特币 ETF 他有可能成为他的凡率内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又会迎来大量的买盘 那么这个呢是 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加密圈的人都非常乐观的一个很大部分原因 好的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它还代表了市场的信心或者说官方的认可 现在在很多国家尤其像我们国家其实买卖比特币一直都还是并不是特别明确 虽然说在历史上有之前有先用的官司来去证明说你持有比特币是认可你作为一个资产的 但是买卖比特币交易比特币到底是否是合规合法的 其实目前都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明文规定 如果这个通过之后至少在比如说美国最算是全球最主流的金融市场认可的话 他也很有可能会带动全球的相应的认可 这样的话就有很大一份几率的整个世界对于比特币就更加认可 离他这个数字黄金的目标可能就更近了 那么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为什么以前没有通过的EPF 实际上查了一下最早是2013年比特币诞生 从开始就有人去申请 之前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不断的有各种金融结构去申请 SEC 要么驳回 要么推辞 不断不断的再去去否决这个提案 那么 他推辞的一个核心原因或者说去拒绝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 他的价格是暴涨暴跌的 其实如果你去关注比特币诞 你会发现 他的这种价格的涨幅是非常的剧烈的 他的交易量本身也相对于股票市场 基金市场还是很小的 所以他就在SEC看来 他很有可能很容易被人为去操控这个市场 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拒绝这个理由的一个原因 但实际上随着比特币整个价格一方面 他涨的却是越来越高 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整个的市值资金的体量越来越大 其实美国的SEC也是在逐渐在去接纳或者说放宽 他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一个品类 其中大概是逐步的就是最早其实就是有期货ETF 这是因为期货的ETF的意思其实就是 你买了我的期货ETF之后 我帮你去购买比特币的期货 所以但是这个因为是期货而不是现货 那么他就会有类似的到期日子等等 所以其实他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市场的一些波澜 但是到后来有一个事件其实是带动了整体的市场 叫比特币的信托 就是灰度 这个叫GPTC的 其实像在如果你关注加密市场的话 在上一轮其实被称之为叫灰度概念币 因为这个GPTC推出之后 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值快速的上涨 查了一下现在应该还有一百多亿美元在里面 那这个GPTC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叫比特币信托 它跟比特币ETF最大的不同就是 你的这个比特币是没办法赎回的 你这个基金份额是不能赎回的 你买了之后只能通过交易GPTC的方式来去变现 所以呢 这个以前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被动所长 你只要去买了GPTC 或者说它相当于这一百多亿美金的BTC的资产 就锁在了灰度的这个基金里面去 它是永远也不能赎回 然后灰度呢就只赚取相应的基金管理费 但其实这么大的体量 它的每年的管理费也非常高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上一个牛市的时候 它最开始的溢价非常高 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有30%的溢价 所以也是为什么它这个基金份额这么快速暴涨的原因 就是溢价的意思就是你存一个BTC进去 兑换的GPTC能够卖到1.3个BTC 自然而言呢就有大量非常大的套利工件 大量的人去买现货的BTC存进去 存进去之后兑换出来又把它换成美元 直接就赚了30% 那当时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溢价 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GPTC 它是合规的 它是可以在美国的相应的交易市场可以去买卖的 所以当时也是这个原因有很多的机构 基金去买这个币 通过购买GPTC房子去投资比特币 所以也是正是基于 因为有GPTC这个历史上的良好的表现 使得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有了现货ETF 这个就更加打开了 因为GPTC它是信托 它不能赎回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大量的投资者 大量的机构肯定是不愿意去购买的 因为它并不是足够的灵活 所以呢 那所以说整个的经济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之后 到为什么最近一个时间 大家很多人认为说会通过很大美元 就反过头来还是这个GPTC 因为灰度本身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金融市场的一个金融机构 它因为有了GPTC这么大的规模 但是因为它是信托 所以它不断在向SE申请 希望它转换成比特币的现货ETF 这样它的流动性会更好 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越来越进来 因为在上一波牛市的时候 最开始GPTC的这个溢价非常高 到后来随着比特币的价格在下跌 死则GPTC的这个负溢价就出现了负溢价 而这是越来越高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是 就负的应该是40%左右吧 相当于一个GPTC相当于0.6个 因为大量的投资者去抛售这个GPTC 所以这个中间是有大量的差价的 所以它希望去转换成这个ETF 能够让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去运转 但是一样的就SEC 还是不断的去驳回推迟等等 那后来这个灰度就直接把SEC告上了法庭 而且它告赢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 应该马上就要通过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告SEC的核心原因也是 它列举了非常复杂的东西 说你没有任何理由去 因为它批准了期货的ETF 但是你为什么又不批准我的现货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后来最后法院判决很简单 还是一些败诉 但是它并不是说要求它你必须通过 只是要求你必须在一个时间点 再重新去审核GPX的转ETF的这个申请 同时你不能再以之前的理由去驳回它这个申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那么在金融界的人就认为说 那你在这个时候可能应该就要去通过了 还有一点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1月10号 在不断的推迟不断的推迟之后 就在这个时间点简单说 你必须要给出一个答复 不管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但是如果你不通过的话 你又不能按照你原有的借口去驳回 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它也没有其他的比特币 它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可能会通过的原因 好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通过之后是否会形成真正的暴涨 其实从我的观念角度呢 应该不太会说可能短期是有瞬间的上涨 但是后面可能还会平缓下来 它会长期角度它一定是利好的 因为有一个背后有更大的大型机构进入入场的一个很合理的标准 像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叫国雅的 它通过了香港的一个合规交易所 也购买了将近5000万美元的比特币 其实它对应是一样的道理的 因为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必须要通过整个的合规的途径去购买持有这个比特币 因为那相对的对应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 如果ETF通过之后 其实就美国的很多的基金机构上市公司 就可以通过购买ETF的方式来去投资比特币了 所以就是它 我觉得长期角度一定是慢慢缓慢战长的 但是短期呢 因为大型的机构呢 在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它一定是非常谨慎的 它会经过大量的也好去决策也好 可能短期只能说已经比较了解比特币的 比如说像提交了这些申请的 会度ARM等等 那其他的机构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应的了解跟学习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它不会一下子长这么多 但是它长期角度可能一点一点的 整个的比特币的体量会越来越好 对整个加密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立场 市场越来越认可比特币作为一个核心资产 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存在 但是作为普通用户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你看好这个整个市场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的Holder 但是尽量不要去堵的短期的涨跌 因为短期的涨跌其实除了这些基本的信息之外 它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交易的一些属性 好 最后呢我们还是非常期待 比特币相关ETF最终真正的通过 给整个加密市场带来一个很大的强心计吧 好 今天就聊到这个 下期再见